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编号507的神龙号前舰 上个月在神户的三菱重工造船厂举行下水典礼后 准备展开海上测试的情形 它属于最新型的苍龙机 可以看到X型尾舵的设计取代了以往的十字型 这样除了更方便收放拖曳式声纳与天线 在作战中一旦尾舵部分损毁 也能保持相当的机动能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苍龙机原本要从编号505的锐龙号开始 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水面下航行的主要动力 虽然因为预算问题计划延后 但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 面对瑞典、法国和德国 也想要争取澳洲海军的标案 日本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传统的柴电动力前舰是在水面航行时 利用柴油引擎提供动力 顺便为蓄电池充电 以供水下航行之用 而使用锂离子电池和以往的蓄电池相比 好处是蓄电量大 前舰续航力更久 也更加安全 针对这项军售案 澳洲政府并没有公布详细的细节 不过澳方偏好日本苍龙级潜舰的原因之一 是欧洲军火商的产品 排水量都在2000吨上下 而苍龙级超过4000吨 按照各国军事专家推估的规格 新潜舰水面与潜航的速度 分别是13节和20节 最深能下潜到500公尺的深度 可以携带重型鱼雷 或是水下发射的巡翼飞弹 透过三度空间的资料连接 攻击水面水下和陆地上的目标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搭载特战人员从外海出发 渗透到敌后 澳洲之所以积极汰换老旧的前舰 主要是针对中国在西太平洋 和南海的强势作为 而美国也相当乐见澳洲 选择日本的前舰技术 认为如此将使美日澳三国海军 有更高的共通性 增强军事同盟 记者徐佳仁报道